这个叫做E清洗 你的叫Super 501 这个E清洗呢 你只需要做这样 把这个拔开 这个滤芯拿出来 先把这个拔出来 看到这里有两个圈圈 要把它拿出来 等下你放那个橡皮圈的话 它不能有两个 一个洞不能有两个的 这个叫做清洗槽 每次清洗呢 一个月清洗一次 你就放一包柠檬粉进去 这个柠檬粉是 清洗干净 那个电解片上面的盖 因为你做电解的时候 一定会有盖粘在上面 盖会杀死那个水里面的活性氢 活性氢可以修复我们的细胞 我们喝这个水需要那个活性氢 所以清洗掉了 你的水机 那个电解片比较干净 它可以制造出更好的还原水 这个水机就可以耐你15-20年 这个呢 你就打开来 把一包柠檬放进去 连这个是用 用一次 用一次而已 那个也要买瓜 它这里有24包 奈米24个月 这个呢 这个 这个不用 这个还可以清洗再用的 清洗再用的 它里面有一层布 那个沙布 所以每次用完之后 你清洗干净 放在冰箱 让它干透 不然它会黑掉 OK 你就这样把它 放进来 中间对中间放在最旁边 英文 这个叫清洗槽 中文叫清洗槽 英文叫CPU 然后你就把这个圈圈放进来 锁紧 了解 了解 你就拿一个杯子 一个杯或者一个碗 选择哪一个 有杯吗 我暂时做给你看 等一下才是真正 现在还没有正式做的 我就打示范给你看 而已 好 你过来看一下 没关系 那个杯等一下 你就把这个管 白色的 你什么时候 看这里 然后 这个也放过来 就这样 OK 然后你开这个 青色的 7.0 of purified water 你就这样按 然后给它水慢慢融的 上到来这里 你就按停 通常我们都在晚上睡觉手作 盖到来这里 然后你就停 被子拿稳一点 然后重一点的 它就不会倒了 OK 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 你就把这个 放回原位 不论放这里 不论就放水盆 这个也放回这里 然后你就开这个水 OK 3到5分钟 讲5分钟 5分钟过后 你就把这个拆开来 这个放回去 就好了 简单 好像很复杂 我都听没有 因为你没有听到 你刚才在听电话 没有我没有听电话 只是讲电话 再讲一次 你转心一点 第一步骤 放这个粉进去 柠檬粉 刷这 就把这个 跟这个 放在这里 你就开这个 直接这个绿色7.6 嗯 要开多久 慢慢流 流到这里满 满了 就好了 就关 就停 四五个小时之后 把它放回原位 开这个水5分钟 嗯 然后关 把这个拿出来 这个放回去 锁紧 就好了 然后这个你清洗干净 放在冰箱 一个月做一次 难吗 一个月做一次 啊 就是想 那个 就是这个 里面的那个东西 要洗掉吗 要 要洗掉啦 你下一次就打开来 又放了一包粉进去 没问题 啊 洗干净了 然后 然后就放进冰箱 放在 哦 把那空瓶子放在冰箱里面 因为它干燥嘛 它不能超湿啊 哦 明白吗 哦 明白 明白